捷運站又出現偷拍狼了 這名嫌犯他在台北捷運大屏林站搭乘手扶梯 兩度彎腰疑似是偷拍前方女子的群體 當時後面的民眾看到了是立刻大喊有色狼 讓他是嚇到馬上逃出捷運站 但很誇張的是他落網之後竟然變成當時彎腰只是要捷林淺 大家依序搭乘店扶梯 藍衣男子緊緊站在短裙女子後方 想不到卻突然彎下腰來將右手伸了出去 做壞事又擔心自己會被抓到 還四處張望了一下 自以為沒有人看見又二度把手伸了出去 原來是想偷拍 誇張行徑早就被後面的民眾察覺大喊有色狼 行蹟敗漏 男子嚇到立刻狂奔出捷運站把腿開溜 我可能會請路人幫忙 然後打電話叫警察這樣子 如果穿裙子的話就還是會遮一下這樣子 事發就在上個月29號捷運大屏林站凌晨12點 無心男子涉嫌偷拍前方女子的群體風光 目擊民眾大聲告知被害人 只是沒想到嫌犯落往後還狡辯 當時是彎腰想要撿銅板 第一時間發現被誤會在偷拍才會逃逸 我覺得硬幣不可能掉在那裡 因為硬幣應該掉下去就撿不到了吧 他那麼小個 然後他旁邊又有那個縫隙 如果是跟朋友一起的話 可能就是讓他擋在我後面這樣 男子堅決否認偷拍行為 而他雖然已經把手機裡的照片通通散光 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警方不放棄 現在要進一步還原消失的檔案 查出真相 記者中文張士奎新北市採訪報導